你现在还会这样吗 然后然后 以前我对你根本就没变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总说我变 因为首先 你的母亲对我就很有看法 你给我评评理 我们第一次约会去吃饭 她经常带她妈妈来 我特别不能理解 这一次去那也就罢了 我也能接受 你看你妈吃饭的时候 怎么对的我呀 你自己说怎么对的我呀 我妈不吃肉 你妈不吃肉 点那么多菜 是不是只有一盘肉 那你就不能签丢一下我妈妈 不能让别人吃吗 咱们一起出去买衣服 给你买衣服 然后你母亲就给你 打扮的那是什么呀 这么宽的裤子 调容的老实衬衣 那是给你爸买 还是给你买呀 我给你买的衣服 我给你挑的 那怎么了 像有点亮片 男生穿怎么了 我就喜欢自己的像潮啊 漂亮啊 你妈怎么说我的 给我人打扮的 不能别累的一天 一天就乱花钱 是不是你妈怎么说我的 那你为什么非得 给一个老人去叫这个号呢 主持人是这样的 因为我是该个体单位 我自己有店 所以我挣的肯定要比他挣的多 他妈总说我乱花钱 然后拐着他儿子也乱花钱 不征夜不好过日子 就是冬天的时候 我们那边东北比较冷 然后他就乡中了 一家三千多块钱的羽绒服 他妈妈就觉得 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 然后那我看 既然他喜欢 那我这么多 我就给你买呗 咱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给他拿去他家去啊 我还本来 我还挺高兴的 想跟他妈 踏踏进户之类的 他阿姨你看 我给李松买这个衣服 他喜欢的衣服给他买 他妈当时那个脸啊 你就乱花钱 小田一千千 这使劲花钱 这几千块钱衣服 说卖就买吗 你有很多钱 你买点别的不行吗 你妈说我乱花钱 你妈不乱花钱吗 从我认识你的时候 从我认识你的时候 去你家看你妈 我买回了你一分钱了吗 你妈那么吵 玩进舞团 玩进舞团也就罢了 充了多少钱 买多少衣服 你妈 你妈晒多少有钱 玩KQ斗地组 玩KQ斗地组 充500Q币吗 谁家老人让KQ斗地组 能充500Q币 这也就罢了 老年人玩几百块钱 像你说的无所谓了 他也没有别的事干 就说你玩英雄联盟那事吧 你妈看你玩 她也想玩 好玩游戏 行 你说让我缓和你妈 教你妈玩 可以 我带着你妈 我哪次去你家 我得给你妈花几百块钱 这个钱怎么花 你自己不知道吗 天天我就去你家了 刚开电脑 你妈就说了 这个皮肤真好看 这个英雄好厉害 我好想要 你妈说这话的意思 不就是让我给他买吗 这就属于大妈和二妈 儿子打起来了 你看看这二妈也不容易 姑娘你怎么那么厉害 这张嘴 因为实在他妈 真的给我逼到份了 不是 你到底是跟他有问题 还是跟他妈有问题 他们两个都有问题 他特别骗点他妈 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三年了 从来没出去旅游过 你说我也是女生 我也希望自己老公 能陪自己出去溜达溜呀 拍拍纪念照什么的 将来老了看看 回念一下是不是 我们两个有一次 出去旅游别提了 我们刚去 票还没去呢 您知道他妈怎么说的吗 儿子你快回来吧 我自己在家害怕 我怕死家里都没有人知道 我妈说这句话证明什么 我本来我爸常年不在家 每天就是我跟我妈 我跟我妈天天在一起生活 对吧 在一个我很少出远门的 我妈也是说惦记咋俩 所以才那么说的 我跟你说 如果有一天的话 就是你给我打这种电话 你说你 你说你还怕 自己在家里还怕 我也会说不去旅游 我去陪你的 一样 你为什么不能为老人考虑呢 我是不考虑你妈妈 我还不考虑你妈妈 你妈为什么打电话叫你回去啊 好 好 鬼妈的事先说到这儿 你爸呢 我爸在外地自己做买卖 而常年就是基本上不在家 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能回来一次 就家里面基本是没爹的 对吧 对 姑娘 你以前也是喜欢 穿成 对 以前会是这样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后吧 他确实打动了我 我也愿意为他改变 他就喜欢那种小女人的 穿点可爱的裙子呀 然后长发鸡腰那种女孩 然后平常穿着跟鞋那种的 我为他留起了长发 穿裙子穿高跟鞋 但是他特别特别袒护他妈 他总觉得 那我妈岁数大了怎么怎么样的 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觉得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我从21岁跟你在一起到现在 我大好青春都给你了 结果我在以上付出 我看不到回报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为你改变了 我还是换起了我的运动鞋 起腿裤 还有就是我的短发 我觉得因为实在是没有必要跟他 再为他改变了 挺好挺好 那我想问问你 你为了我留起了长头发 那你现在又因为哪个男孩 把头发剪了 我是因为别的男孩 还是因为你有别的女人 我有哪个女人了 你就说上次你同学聚会 对吧 你嫌弃我短头发 行啊 我自己去买一顶假发 我长发鸡腰子 化好了妆 我跟你去 对吧 期间是这样啊 我现在说我都觉得磕了 你知道吗 期间可能是 他们好长时间不见了 吃吃饭呢 喝喝酒啊 然后我也喝了点酒 我可能就喝多了 我的假发就掉下来了 他同学怎么讽刺了我 这是你弟弟吧 你从哪接来的对象这是 这是你哥们吧 你怎么说的 他们说的无所谓了 对呀 他们开玩笑无所谓了 我不会靠着别人的眼光 就活一杯子 你是怎么说的 说 在那敢说 在这也敢说 说 我说你花钱故的 你说我是花钱故的 说我是你哥们 接来的对象 你看他们有对象 你羡慕 那我是不是要开玩笑啊 是不是要开玩笑啊 你是九六土真言吗 你开玩笑 你当时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是短头发 我完全可以 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成本就对 对你是不带我去的 你第二次去 可不是带别的女人去了 你好意思说 他也认识 好朋友 我认识又怎么样啊 我知道你们这些什么关系啊 我认识又怎么样啊 你们这些发生什么了 我都知道吗 还是你同学给我发微信 我们能发生什么呀 就是纯属一好朋友 你也不是不认识 你同学自己说的 你们问我 你们俩什么时候分手了 我说我们俩没分手啊 说谁谁谁 以你对象的身份 参加同学聚会 神手就一看玩笑 我那女朋友太认识 你之前跟同学聚会的时候 你带的都是谁 是不是他 哎呀 这嘴快的呀 哎 你们俩现在是个 什么状态啊 姑娘 我现在就是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哦 那你今天来这儿是 就是要跟他分手 哦 那你来这儿是 你不是受不了了是吧 是人家不要你了是吧 兄弟 哦 你是够要面子 他在小片里说的是 我受不了他了 原来人家姑娘不想要 你来这儿求和来了 是这意思吗 对 那你直接说呀 你是够要面子的了 哎呦 我的妈呦 喜欢他 喜欢 一开始对他那么好 后来就因为他跟你妈 处不好 你就 对 你觉得他变得很多 不理解你 不讲理 不孝顺你妈 是吧 你也觉得他变得很多 对 是吧 还想跟他在一起吗 不想了 确实不想 不想了 你确定不想 就是我对他还是有留恋的 但是 但是他一定要处理好 他身边这些人的关系 可能还有我跟他母亲之间的关系 哦 我身边人的关系怎么了 你说怎么 你还跟我讲 我现在不想跟你讲了 哎哎哎 求和的还是求分的 九州人你看 求和的还是求分的 求和的 求和的你还 你得这么问啊 你看啊 处理好跟谁的关系 处理好跟你那个女同事的关系 啊 那我跟他们有什么不对 你以后出去的时候 能不能带我 别带着他 没问题 那你能不能把长头发再恢复一下 可以啊 你把这些东西都做好 当然可以啊 你搞定了吧 我妈的关系 我怎么搞定啊 最重要的是 我如果咱们俩现在将来 如果真的结婚了 我是绝对不可能和你妈 在生活在一起 哎呀 那可不行 我可以帮着你养着你妈 我可以摆一摆顺着她 不像以前那样强的 但是我绝对不可能跟她生活在一起了 你说你家你是独生子女 我也是啊 你妈心疼你 我爸妈也心疼我呀 对吧 我不可能嫁 你为什么非得跟一个老人去叫这个诊呢 行 你换 你换为思考一下 我要是跟你妈成天可能妈妈妈妈妈那么干 你能乐意吗 你心里能不能得见 对 在你心里你妈就是最重要的 那你还来挽回我干什么呀 你挽留我干嘛呀 哎 姑娘 别再往下说了 你从来不会被别人去考虑 你总 你总看你现在自己 求分还是求和 求和 哎呀 这孩子 你说而看 你求和 放逼身段吧 其实挺难 是吧 虽然有三年多的情感在那 但是共同经历了这么多的事 心里多多少少都有些坎 男生虽然舍不得 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 是吧 一想 哎呦 这女的和我妈 我到底救谁呦 老师你们给掰扯扯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许总 我觉得你们俩 都是本着求和的远来的 但实际呢 在这个嘴皮子上面子上 谁也不让谁一顾 你们要这么种谈法啊 肯定得分 女孩 你们俩认识三年 对三年多了 你在打一场 不可能赢的战争 就是要跟他妈 抢这个男人 到底归谁所属 你们俩认识三年 他妈跟了他二十八年 怎么可能 你知道 他的父亲一直不在身边 对我知道 你也知道他妈 对于他的那种依恋 那是一辈子的依恋 不可能分开 别看他比你大四岁 在某些方面 是没有你独立的 他离不开他的妈 对 是的 他们俩的感情 其实比 可能大多数 母子之间感情更为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说 你到底选你妈还选我 不可能呢 你是在难为他 你爱他吗 我爱他 既然你还爱他 想跟他在一起的话 就不要去跟他妈争他 你要跟他妈一起争着 去多给他一些爱 这会他妈就会很高兴 也可能 也可能 如果他妈放心了 哦 你们俩在一起啊 更好 那可能人家老人家 还会享受自己的生活呢 还不想插入你这些事呢 只不过呢 他妈现在不了解你 不放心 把孩子能够托付给你 如果真是你一个通情达理 温柔体贴的 哎 反而比直接争来得更好 相互体贴一下好吗 做一些妥协吧 我觉得两个人还可以 挺好 好 谢谢 白老师 我们有一道特别让男人 发狂的一道题 媳妇和妈掉水里了 你救谁 咱们中国的丈夫们 通常回答的是 救妈的 有 还有呢 说的是 谁不会游泳救谁的 自以为聪明 也会这么答 但同样的题 也问过西方的很多男士 然后问他们怎么选择 他就说 我当然救我老婆了 那你为什么不救你妈呢 我妈有他老公救啊 自个儿的事自己管 这是家庭关系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以我倒是觉得今天这期节目 对于很多家庭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真的是有特别大的教育意义 一定不要把孩子当成自己另一半的替代品 那样的话会让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就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想要爱媳妇 内心对老妈是愧疚 想要去爱老妈 可是自己已经长大了 要去有自己的人生 就会让孩子出现这样的一种纠结的状态 刚才我说了 他想要爱你 他就觉得对不起他妈 而对不起他妈妈这件事情会让他有无比大的压力 因为他是他妈妈唯一的幸福 唯一的希望 唯一的寄托 唯一的陪伴 唯一的唯一 而你不是 所以咱们刚才屈伟老师说 你在打一场不可赢的战役 家庭关系错位这件事情特别的恐怖 然后还有小伙子 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就是温柔不一定长发及腰叫温柔 性格上的很多的东西和外在没有太大的关系 如果你要想找一个温柔的 对你百依百顺的女孩子 要看她内在 而不是看她的外在 谢谢 好 谢谢 女汉子就是女汉子 头发的长短 不能代表一个女人是否有真正的温柔 所以应该保持本色的自己 妈宝男就是妈宝男 扯着个嗓子豪 那也是个小男生 也不是个大男人 其实我觉得首先一点 避开母亲的话题不谈 你们怎么不知道彼此欣赏对方的优点 短发女不好看吗 短发女挺俐落的 萨爽阴姿 为什么一定要跟现在的一些小鸟依人 说话发嗲 一天到晚不好好说话 不履知舌头说话的女人就好了 这种女生太多了 像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 大家要把它考虑清楚 都别着急 别再吵了 好吗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亲爱的 我们在一起三年多了 吵过闹过 分过合过 你总说我变了 说实话 你在我心里的位置 永远是在那 从来都没变过 其实 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真的 每次吵架的时候 我给你打电话 你不接 翻译信你不回 其实很多次 我都到你住的那个楼下 想睡到你睡没睡啊 饿没饿 吃没吃饭呢 其实不管这次 能不能挽回你 我都真心的希望 你能够幸福 这就是个要面子的人呢 到最后还要了一下面子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来请关门 一对号称彼此相爱 爱了三年多的年轻人 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剑拔弩张 他们说的最多的是 你真的变了 另一个说 我真的没变 其实在这个世界里 哪有什么物体是不变的呢 人怎么会不变呢 人其实每天都会在变 这个变化到底是怎样的 你应该用心去感受 你身边人的变化 今天的结局 就一两个人 这个面子论 颇具 推测性 会出来吗 请开门门 这是一扇神奇的门 不管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们是分是合 我想我们所有人 都希望你们俩 能够找到你们的幸福 这一扇神奇的门 是一扇神奇的门